今天我要和你们介绍的是因为疫情关系 我在美国Costco最近发现到的新美食 可能对我来说是新的 但是我觉得很好吃 所以想跟你们大家分享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 第一个要和你们介绍的是烤鸡翅 它们总共有两个口味 一个是BBQ口味 另外一个是Buffalo 我们自己比较喜欢BBQ的口味 那鸡翅本来就有咸味 所以我自己是不加任何酱料 一包鸡翅的份量大概是四份 所以里面会附赠四包的酱包 中文字幕后面会附赏三包 下一个要和你们介绍的是起司马铃薯 这个也是超级好吃 它可以用烤的或微波 微波八分钟烤箱烤二十五分钟 我建议是用烤的 我自己觉得烤的比较好吃 我自己是超爱起司跟马铃薯 我肚子饿一次可以吃掉三分之一盒 只是对于起司热爱程度普通的人 可能就几口就会腻了 这一盒的份量也蛮大分的 大概可以吃两三天 那介绍完闲时候 要和大家来介绍甜点 这个焦糖布丁也是我们去Costco 必补货商品 我觉得它甜度适中 布丁底下的焦糖份量也很刚好 一盒会有八个 而且我很喜欢它的容器 因为是玻璃 它的口感不像一般的布丁 比较像是绵绵的口感 最后一个Costco必买商品 就是熔莲蛋糕 它有贩售不同口味 目前我们只有买过巧克力口味 跟枫糖核桃口味 我自己觉得巧克力是最好吃的 枫糖核桃有一点点太甜 一盒有四个容器也很漂亮 它不仅可以进微波 也可以进烤箱 那这一次Costco只有看到 枫糖核桃 所以我们就先买 来拍给大家看 哦对了 从微波拿出来时 小心不要烫到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希望你们有被我推坑 不要忘记按赞追踪 开启小铃铛 拜拜